好,大家好,5月7日,星期四 其实近来挺紧张的,国际上 因为特朗普又再说,很快就公布 两个星期内公布,中国有关疫情 隐瞒了事件的过程 有关国防安实验室的东西漏出来 近来传了很久,大家都看了很多这些报道 他说快要公开内容 当然他有公开的情报 甚至有些说法,有些重要的人物 撞到美国,已经是受到政治庇护 不止一个,整个长程是公开 我们当然很欢迎更多长程公开 中国能够给更多长程,我们也是高兴的事 问题就是,即是怎样呢? 我们会问特朗普,你美国想就怎样呢? 他今天特别的地方,他首次提及 曾珠港事件和911事件 即是将两件,即是将无碗发炎这件事 和曾珠港和911事件,相提评论 外面的评论组,即是一般的评论组 即是将两件事都拉起来 即是拉起来,因为超过7万人死了 即是,在美国来说呢 这个就是历史性的一个大事 即是多个韩战,多个越战 多个可能就快追到二战了,是不是? 是不是要追究责任呢? 他说要追究,但怎样追究呢? 是不是会开战呢? 开战才是我们最紧张的,其余的都是其次 他今天这样讲呢,其实他也越讲越大 如果真的发觉你的证据 证明是中国放那些人出去,最近 因为他这样比喻,就是暗示 而整个肺炎事件,即是一种心态攻击 其实就是等于偷襲珍珠港 珍珠港是偷襲的,日本是偷襲的 九一亦都是一种偷襲的 这个直接是引致两场战争 当然两场战争的分别很大 好了,这次会不会因此引发战争呢? 然之上早,大家一定来 不过就要讲讲这个战争 在美国的宪制里面的战争 其实的权就不在总统那里 即是说他拿了所有证据出来 其实他应该正成 要发动战争,你正式要求国会批准他 战争权仍然在国会那里 但我们一直的错觉就不是的 美国总统说打就打,打了才说 包括九一战后的两伊战争 组织了约干国联军 其实主要是英国给了四万多人 他出了十几万 就打了几个礼拜 打不了以下 但你如果看上网炒炒 他不是叫战争的 他正式不正式,是军事行动 军事打击 其实自从越战之后 越战他都没有正式宣战 即是他去打了去打了 一直卷进去 他主动卷进去 他没有问过国会 国会之后就追究了 曾经改那个法例 即是宪法上立法 一定要问准国会 如果你有不知几十天 即是超过九十天 军事行动 那场最后不用打这么久 所以他其实没有问国会 如果不是国会 就不让他打下去 因为越战死得太多人了 超过九十天 就一定要问准 那这次不用问准呢 如果你比喻为真珠港事件 就要问国会 然后正式对中国宣战 当然要他赔偿 要他承认错误 道歉 然后他不肯 那你才正式开战 那叫做正路的 我相信一定不要那么麻烦 那么正路 因为等不到不久 即是特朗普年尾要选 其实现在是半年多些的时间 他在这一阵呢 其实他已经进入选举的倒数了 所以他是一定要 将这件事有这么大 就被逼要炒大 那在国际法来说 所以说索偿 其实是没有先例的 即是他肯给你 肯不给你 就算你证不到他有一定的责任 那你民间索偿 你就慢慢打官司了 打很久的 就算是赢了 都未必拿到那些钱 怎样拿到那些钱 都是问题的 这些就已经很多人讨论了 那我就不需要重复 不过我就给一个简单的 重要的idea 就是在国际法 因为是没有先例的 那你要创一个先例 而民间索偿 也是很难的 因为他是国家 国家呢 他们的说法是冻结了高官 在美国的资产 不是冻结中国国家的资产 那你用其他理由可以 说他贪污得回来的钱要他证明 那他全部都证明了 那些钱怎样得来的 那就找些餐人啊 朋友啊 香港那些有钱佬 香港那些中共的官员 拿了香港籍那些都存了很多钱 到美国 全部都冻结了 那美国一定有这些情报 但是这些没那么快的 也都不 其实两个东西都抓不来的 就是你国家的创控 冻结了人民的资产 那很多这些理论上的问题 现在说的就说得很爽的 但是到时候我们看看 他怎样把他拉起来 但是你说会不会有战争呢 那如果我这么说 就是说你正式发动战争 是很复杂的 但是我们知道 有限度的战争就不用的 因为战后以来 他没有正式发动战争 但是问题就是 打这么多仗是怎样打呢 喜欢打人都不打 他全部用一个包装叫做军事行动 军事弹击 军事弹击 而且他的时间不会很长 你发觉 不会打三个月这么久 所以不会死也不会死太多人 自从越战之后就一定是 如果他死人多他就不用了 但是跟中国开战是怎样的呢 如果你去中国的本土打 那就一定死人多了 你不死 中国也死很多人了 他如果死人多 他就要打你了 是吧 那就是大件事 所以他不会去中国本土开战 如果要进行军事打击 就可能要找一个藉口 打击中国的军队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危险性是高 但是避免全面战争 是唯一的方法 只是看起来的 我个人觉得 他是有可能 有这个可能性的存在 打一場高科技的軍事戰爭,贏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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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贏 大家打完也不會完全贏,不會完全贏,老共也會給他面子 給你打破幾隻戰艦,但可能就打沉了他的遼寧艦 兩隻就擊落他的簽22,他以後就借了 好了,你發惡,除非你打戰,老共也不敢打入戰 所以如果你說發動一場有限度戰爭 這個可能性也是在這個總統餘下任期裏面可能做的事 幾大程度的問題,所以我們想就不要以為他不會 因為我很早說過,特朗普是一個夠膽兵行染著的人 無法假設他不會,當然也不容易,危險性是高 但是今天他將危險性推前了,因為他已經比喻為911 和珍珠港,特別是珍珠港事件 因為兩件事都是美國是受到有意 如謀有計劃的襲擊的,等同襲擊整個美國 如果他將這兩件事拘捕了,他就收不回 他的這個說法,跟以前的說法 以前的說法你還可以說,可能是意外 那些肺炎來了我,可能是疏忽,疏忽就賠錢 在法律上,國際法很穩穩,這樣就有時拘捕 但問題是如果你說你是襲擊我,說得很大 就是這樣,特朗普拉起了這個 這件事,基本上你不道歉,他就打齊你 打齊你,打回你一鑊才擠 他就算了,算到 好了,很多人說就是 會不會就是他的攻擊 最後的武器就是那些吹的窩 用關稅打中國來報復,這個一定會 但問題呢,這件事又是不能夠遠水不更加 而且不能夠代替,別人襲擊你 你就不跟別人做生意這麼簡單 當日是要這麼簡單,他早就跟日本打貿易 那時候已經制裁日本,就不賣東西給他 不跟他交易,不給物資他 所以才日本要迫發動太平洋戰爭 因為你沒有物資就不用打仗 日本自己的膽子不用打仗 所以才要主動去襲擊美國 那你這樣看,如果是這樣說 你一定… 還有你現在的經濟封鎖 中國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他自己的地帶博 基本上什麼都有 所以他不是很害怕你的 而最害怕就是真的發動戰爭 但是在他這樣說之後 那個緊張氣氛就出現了 假設…現在是言之上早的 我始終覺得 大家不要那麼緊張 因為政治的操作就是這樣 因為特朗普選舉還沒打得住 但如果打,機會在哪裡打呢 早兩年其實美國是出過一個戰爭的報告的 就是美國軍方 其實他說有四個地方是最可能打的 就是未來的時刻,一兩年前 很近的 那四個地方,比如伊朗、北韓 就是中國的台海 台灣和中國海間,還有南海 就是中國的南海 這四個地方是最可能有武裝衝突發生的 那如果現在這樣說呢 就北韓和伊朗都不是的了 很明顯 一定是在台海或者南海的 那台海會不會打呢 兩樣東西裡面呢 台海要打呢 那就影響香港更大的 否則就是南海 我自己個人覺得 因為台海要打呢 就要你捲進去台灣 那台灣肯不肯捲進去呢 肯不肯幫你打呢 那這個是問題 台灣如果說你打完 他一定支持他獨立 支持到他獨立 那他可能博一博的 就是蔡英文不像這麼勇 那好吧 如果不是,而且不關他的事 不關台灣老的事 是美國和中國直接降上的 這樣呢 變成了可能開戰的地方是南海的 那如果在南海開戰好些 因為如果你在台海 即是國共內戰呢 香港它是可以攻擊的 但是呢 如果你在南海 就打南海算的了 即是戰場在南海 但是呢 會不會攻擊香港呢 美軍 那大家就要有一個常識了 我早幾年說過 沒有人理會我 香港是有一個地方 會影響到南海戰爭的 一個而已 就是在大帽山頂 因為老共在那裏 解放軍是裝了一個雷達的 而香港這個大帽山頂呢 就是你看到南海 即是中國大陸裡面都沒有的 是最高的地方 即是在香港去到南海 而那個X波電雷達 可以整個南海監察到的 所以如果 南海發生戰爭 有一個地方是會攻擊的 就是會攻擊香港的大帽山頂 打爛它的雷達而已 都不是那件事 那香港大帽就嚇死了 如果台海有戰爭 那台灣人都說過 我不是想打仗的 如果你打我 那它是 九九年的時候說過 它可能攻擊香港 他說過 那時候它沒有紅衣飛彈 也沒有雲風飛彈 即是不能夠直接打香港 但是它的飛機飛過來 放彈也是很快的 現在不是直接可以打到香港 那打香港打哪裏呢 只有一個地方 就是天蠻藍 即是現在的現代戰爭 就算你不要說中國人的情義 大家同中同種 它不會 即是你怎樣 都不應該攻擊民居 民居不可以攻擊 但是軍事目標是可以的 即是如果開戰 就沒得說 你所有軍事目標 都可以攻擊的範圍 去到新疆的地方 或者打你上海 只要是軍事目標都可以打 那香港要打軍事目標 打我最近的 就是上水有個石江軍營 那裏又沒有什麼可以打 但是天蠻藍是重要的地方 放飛彈打一打天蠻藍 都是正常的 即是它是合理的 而且傷亡不會很大 但是整個中環就不用開工了 即是問題是這樣 那台海戰爭就影響香港 就會在中環 而南海戰爭 中美在南海打 那只是影響大帽山頂 那大家得知 這些軍事常識的東西 很多人就不知道 因為大帽山頂起雷達的時候 已經建議大家去抗議 沒人去抗議 那大家不相信 就上網查一查 但是你說是不是真的打呢 其實現在這樣看 還是言之上早的 所以大家就不要緊張著 都還沒撤僑 是不是 股市都還沒倒 倒了多少 大家安靜一點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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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